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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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投资理财天地》 Jonathan 延续上周 你今周继续讲讲做遗图执行人 有什么责任 没错 如果你刚好被人选择了帮他执行遗图 你就要很小心去考虑你的责任在哪里 你可能会面对很多挑战 特别是如果你不是专业人士 我说专业人士是事实上是说你不是律师 因为你可能是理财师 会计师 你通常不会帮人执行遗图 通常我们见到执行人 就是朋友 亲戚 或者受益人 是通常做那位人士的执行人 上周讲了几个步骤 稍后会回顾 今周就会延续这个题目 上周讲过头的几个步骤 这个包括你要找到那份遗图 第二你不需要找到整批亲戚 去讨论遗图里面的内容 我们有讲过如何处理喪禮 第四个步骤就是 在里面有七个步骤 包括找到那批文件 去通知不同的公司或者政府部门 去看个人的物品 去评估每一个资产和负债的价格 多高 去计算一条数 看看资产减负债 等于这笔遗产值多少钱 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程序 就是用遗图的认证 批刑应该如何 批刑应该如何 批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因为你要去法庭 要带几个东西 去认证 让你可以作为执行人 开始执行遗图 有四件事要带过去 就是包括这份遗图 就是最后那份 第二就是带死亡证 第三就是任何资产的记录和价格 第四就是任何负债的记录和价格 我们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去世了那位人士 是没有遗图的话 你就不会去申请遗图认证这个过程 你是会向法庭申请 Letters of administration的过程 就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那位人士是没有遗图的 我们看到客户是要跟这个方法 去开始才被法庭选择一个人去执行 去世了那位人士 去世了那位人士 去那批遗产是非常之复杂 和拖辞很久的 因为你要记得 一位人士去世了之后 银行户口全部凍结了 任何投资户口都凍结了 所以如果你要根据用Letters of administration 这个过程才可以执行那笔遗产 是很麻烦的 所以我经常都跟客人说 不管你自己觉得你的情况复不复杂 你立份遗图 这个实际上是一份平安子 某一些种类的资产 是不需要维组认证这个过程 才可以分配的 有两种大家要留意的 第一就是物业 物业都包括投资物业 和投资户口 如果那个投资是乱名的 英文乱名就叫做Joint Tenancy 或者投资户口就是Joint Name 有另一个方法可以持有物业 特别是物业 叫做Tenants in Common 你要记得 如果是联名 Joint Name 就是你不需要等Probate 出来才过名 因为通常夫妻持住住屋 是联名的 一位去世之后 第二个会直接承计物业 不需要通过任何法律上的批准 如果物业是用Tenants in Common Tenants in Common 不是联名的话 那就要看回维组的指示 分别很大 所以如果你有联名的资产 你要看回是否联名Joint Name 或者是Tenant in Common 因为处理方式是非常不同的 第二个种类的资产 不需要等遗图认证 批减了之后才处理 就是任何户口的总数是比较小的 假如股票户口 银行户口总数 通常每个财务机构都有不同的定义 通常我们看到 如果你的平衡 或者是银行户口的总数 是少过两万元的话 基本上可以给遗图和死亡指 基本上可以立刻去动 这种类的银行户口 那债务和税款方面是如何处理的呢 是有几个步骤 执行人是要处理的 如果我们说回 第一 考虑税务的问题 第一就是资本增值税 资本增值税 如果那位人士去世之后 如果那笔遗产升值的话 那笔遗产可能需要打资本增值税 不过如果那些资产很快已过到 受益人的手上的话 某些情况之下 不需要给资本增值税 说清楚 我在说遗产是执行人 在控制那笔遗产那段时间 不需要给资本增值税 如果过了给受益人之后 是受益人的问题 在这个节目我们也讨论过 如果个人的自住屋给受益人 而受益人是搬进去的话 受益人都不需要给资本增值税 不过如果他继续受益人 拿着这个物业研注下去的话 他在他的角度来看 就要给资本增值税 不是不关执行人 不关执行人 最后一次报税 不需要来资本增值税 第二就是去处理遗证过程 或者每个省都有一个管理费用 要给 这个真的很小 不过这个都在遗产内 是要给这个费用出来的 第三个考虑就是个人收入税 每一位人士去世之后 执行人要帮他报最后一次税 个人税 如果你去世之后 你那个财政年度 任何个人收入 都要打税 就要跟回普通你还在这边制税率的系统 只不过你要去叫那个会计师 帮这一位人士 如果报了最后这个财政年度 个人报税单 就要指明税局说 我之后不会再报税 在这个报税单 可能都要考虑GST 这个都是执行人的财政年度 记得资本增值税 个人收入税 GST 这三个都是执行人的责任 记得 资本增值税 个人收入税 GST 这三个都是执行人的责任 全部是执行人的负责 如果他不给的话 政府有可能追回执行人给这笔钱 所以你所谓做执行人 你要很清楚交了这些税 和其他费用 才去分配正低下来的钱 给10亿人 到最后分配财产 没错 分配财产最重要的是 如果加了全部税 才分配财产 你作为执行人 就会更安全 有一点大家要记得 最好就是 你分配财产之后 每一位 首亿人签一张纸 说我收了钱了 我没有其他东西需要收 执行人就知道 还有纪录 我已经分配财产 稍后不会再有任何咬叫 说起记录 就是你作为执行人 你整个过程去执行 这位人士的围捕 你的记录要好好保持住 因为稍后有任何咬叫 再上法庭 你的记录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如果你真的找了亲戚 做你的执行人 而这位亲戚不是专业律师的话 他通常都要找一个律师帮他 最好都是用这个处理方式 因为你找一个律师 他就可以帮你去处理你的责任 作为执行人 过去这两个星期 我详细解释了整个处理 遗图 你作为一个执行人 你需要做些什么 不如回顾一下 大家可以记得 第一 你要找回遗图 第一 要确定他签了名 没有改变过 第二 要安排桑礼 以及看遗图里面 有没有指明 如何处理桑礼 第三 要找回文件 记录 关乎 去世了那位人士的资产和债务 再计算 剩下的那笔遗产值多少钱 第四 就是上法庭去申请 遗图认证这个过程 批了之后 就要交了任何税 交了任何债务 最后才去分配 剩下的那笔钱 被围图指明那批首逸人 所以你会见到 刚才所说的 整个过程都挺复杂 如果你不是专业律师 很多时候你会有很多出彩 你自己都不会知道是发生了 直到真的有争择 那就大件事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都建议客人 用一个专业理财师和律师 帮你执行这份遗图就是最好 大家记得 如果你在存钱去做投资 或者去买其他奢侈品 最好你每一个户口 有不同的目标 为什么呢 譬如你在存钱买屋 塞机无神 看到这件衣服很漂亮 你完全不记得了 你是想着用这些储蓄去买屋 的话 你就永远都达不到目标 因为你左手又花一点点钱 这里又花一点点钱 很快就消失了 那你的目标 就要再拖持一段时间才达到 所以大家想想 譬如你开三个户口 假如你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就是你普通日常的储蓄户口 要花的钱 第二个户口就是用来租钱去买屋 第三就是用来买车 你就可以慢慢地租到钱 而且你会见到你的目标越来越近 而不会影响到你日常的花费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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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경